从航大地产去年的财务数据来分析呢 其实真的比市场预期要好得多的 当然了这个也反映了在他的股价的身上 不过呢就是如果单单从这个整体的盈利来比较的话 是不太公平的 因为我们在分析一些房地产公司的时候呢 肯定就要把这个公平价值变动这个因素呢 就是这个分开来分析 从这个核心的这个盈利来分析 才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看法 从这个航大地产当然了 就是扣垂一些我说就是平均价格的变动的这些因素之后呢 这个核心的存力了也有55亿1000万 其实这个表现是非常好了 当然了就是从他们过去深圳的一些淘地储备 很多就是在这个三线城市的 比方说深圳的这个淘地储备里边 有差不多51%也是在一些三线的城市 我的看法就是在这个财务报表的数据看到 从未来如果真的房地产的一些调控的 脱需没有停下来的话 当然对于一些三线城市的一些的增长呢 其实打压呢是没有那么长夜的 肯定就是没有比方说北京啊上海那些的城市 就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调控 不过就是从恒大地产现在的这个股价来看 我觉得就是跟香港另一家中国海外的 还有就是华人之地来比较的话 其实我觉得就是华人之地呢 从这个进贡干的这个比例来分析呢 对于未来宏观调控就是这个利率不要上调的时候 可以有这个防守的能力呢是比较长一点的 但是你会就像这样子我们有这个地方 正细才可以带来的 但是我会觉得这种东西呢 就是这样子用的 这种这样子用的 尽一样的变化 放下来进攻击 就是一个来自动方向 我们下继型的最继续